HELLO 大家好, I'm Ken 今天我要講一下 Recode 第八題的 String to Integer a Toy 這題是 Green 75 Week 6 的第三題 OK 這題題目看起來很長喔,看起來很可怕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也覺得,哇草,怎麼那麼長啊 感覺很難寫,可是其實不是喔,這題其實 不是那麼困難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講杯 這題呢,它的意思是說 而Toy 是一個C還是C++的一個方法 然後,這題叫你實作出那個方法類似的感覺 那,這題的主要意思就是需要你把文字轉成數字 就這樣而已,很簡單 可是它有一個限定大小,因為數字大家知道 32bit最大就是2的31次方-1嘛 然後最負就是負的2的31次方 那,這個Example你就會看得出來 42轉42沒問題吧,對不對 那,這裡-42呢 它前面有空格喔,所以你要把空格拿掉 所以你就回傳-42 那第三個呢,4193 with words 它後面這些東西不都沒用嗎 對不對,所以你就轉成4193就可以了 好,那,可是如果是 呃,with words 然後空格4193 那回傳就是0喔 如果文字在這個數字前面的話 那都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全部會傳-0給它 這一題的含義是這樣子 那我就不特別講這個英文這裡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飛 那大家,這一題首先要怎麼做 大家看到這個 首先你就想到這裡,Example2前面 是不是有很多空格 那大家做利扣做很熟的人都知道 Java有一個方式可以拿掉前面的空格嗎 好,所以我們就把這打上去 ok,我們先把前面的空格拿掉 那前面空格拿掉之後 我們第一個判斷是什麼 如果我們的這個String是空的 我們是不是不用繼續往下做了 那簡單啦,我們就在這邊做一個條件 if s.equal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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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 return 0 ok 那簡單的東西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需要兩個變數 s. 和int 好,這個sine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這一題是會有正負的 那我們的sine就是要在最後補上正負 因為大家知道 如果你不用sine的方式去補正負的話 你有可能會爆掉 你有可能會超過那個32位元 你有可能會跑出去 就是231次方這裡 你可能會爆掉 所以我們會偶爾用sine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 那很常做lico的人應該也知道 爆掉的情況是怎樣 ok 那我們就繼續 首先呢,那我們要先判斷正負嘛 對不對 因為 嗯 就像這裡一樣 我們要找到它的負號啊 什麼的 那我們 第二條件的號我們就可以改我們的sine 所以我們第一條件就是改我們的正負號 if s.char s.char at 0 等於 等於 負 的話 我們就負1 要嘛就 1 喔不是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負號或是 好想我這邊打太奇怪了 s.char 加 at 0 等於 等於 正 我 這邊不知道我在幹嘛 哪裡 如果它是負或是正的話呢 我們就 sign 等於 s.char s.char s. s. 0 等於 等於 負 然後我們就負1或1 我把這個刮起來比較好看 這樣子 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分號 就這樣 好 這就是我們第一步 那 為什麼這裡要i++ 我們的i旗就代表index的位置 例如說這裡是-42嘛 那我們的i是不是要從這個第四這個位置開始算數字呢 因為我們負號不是數字啊 這個i的意思就是index的意思 那我 我看這不要用i好了 寫index 這樣更清楚一點 ok 好 那 接下來 int n 0 這個n等一下是什麼 等一下再講 好 後來喔 我們index如果小於s.lens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不繼續做 我們只有小於s才會繼續做 超過就不繼續做 然後 第一個 我們要判斷 是不是文字還是數字 對不對 如果是文字 那我們合苦繼續做呢 所以如果是數字我們才要做事 所以if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chector.isDigital s.char at i 這裡大家應該要知道 這個方法就是判斷是不是數字 ok 次數字繼續做 int int d 等於s.char at index -0 這個d 就是我們當下的數字是什麼 ok 那我們知道當下的數字 繼續 如果 我們的 n呢 是 我們最後的數字是多少 最後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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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數字是多少 那 如果我們的n 大於 int 點 int ger 點 max value 大家有沒有聽到這個警車的聲音啊 芝加哥每天都聽得到 好 如果這裡 n大於int maxvalue 5-d 然後除以10 除以10 那我們就知道 它要爆掉了 快爆掉了 那我們就要直接回傳了 ok 這樣子 n 等於等於 n 等於 si -1 如果這裡是si -1的話呢 我們就要 欸 我這裡不用這樣寫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複製下來 mi 或是 max ok 那我把這個拿掉 如果沒有進這個if條件呢 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是 n 等於 n 乘 乘 10 10 加 d 這也沒問題吧 好 那如果 它不是 這個數字呢 是文字怎麼辦 那我們就 break ok 最後 i++ index 往前 最後 我們就要return 是這個括號 sin 乘上 n ok 這樣這題就完成了 我跑跑看 看對不對 index int 這裡出了什麼 喔 我這裡 不用再一個int了 不知道在幹嘛 看 s.length 這裡 少了一個括號 初級錯誤 然後我這 這裡應該 我發現這裡錯了 這裡是index ok 跑跑看 還有這裡 希望ok ok 完成 這裡 都沒錯 那我賞幣看看 ok 65.16 62.37 還行啦 之前的 比較好一點 不過之前我跟這方法沒有改什麼 就改了一點點 判別的東西而已 所以就不用特別的去看 我只是把這個return 放在下面 它本來有時候跑一樣 就在一樣的程式以後 一點點小誤差 所以其實是我 因為我之前sup sameleg也是一樣的東西 ok 那 這題的分享 就在這邊結束囉 嗯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那 我就大致再講一下 這題要怎麼做 第一 先把前面的空白拿掉 這個s.string 然後第二呢 如果s是空的話 那就不用做了嘛 你就return0 第三呢 就是呢 先判斷它是不是正負 就是為了避免那個 就是為了 知道 32bit的原因 會避免爆掉 所以我們要先知道正負 最後再補上 然後之後 這裡就是 一個一個數字 一個一個拆 如果 index嘛 就是index是0的話呢 那就0-0還是0 就是d嘛 那假如說 你前面位置 n已經有數字了 是1呢 那1在補d的話 不就是 n乘以10 然後加d就會 變成一個新的二位數嗎 就慢慢 一個位數一個位數 後加 就是從 個位變成10位 然後再補個個位進去 然後再 10位變成百位 這個 個位變成10位 然後再補個個位進去 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補 按到了 好 那這邊就這樣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觀看 有問題 真的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講囉 掰掰